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酒喝酒啊 起话你们回去慢慢看 慢慢考虑 反正都已经给你们了 这时 突然传出来一个声音 那个魏公子可也一直是我曾经的梦想 你的起话书能给我一份看看吗 是一直安静坐在兰西城身侧 安静吃喝 偶尔笑笑 有人敬酒酒喝的梦遥 为无限抬眸看向他 这才想起来这里还有一位总呢 他眨巴了下眼睛 连忙道歉 对不起啊 梦总 我的错 我的错 我把我的原件给你吧 他今天的目标就是 兰西城和聂明觉 所以也没有准备 多一份材料 梦遥突然要 他要说没有了 估计会失去为最有可能合作的合作伙伴的 说着 魏无限重新打开文件包 抽出自己的那份递给梦遥 这样好吗 梦遥小心翼翼地问 他的声音温柔细腻 魏无限还是怎么听怎么觉得像个女孩 没关系啊 魏无限笑笑 我电脑里还有呢 再打印一份出来就好了 那谢谢魏公子了 梦遥把文件小心地收好 不自觉地目光看向兰西城 兰西城对他柔和一笑 梦遥对兰西城有种莫名的依赖感 兰西城再怎么克制自己心中的惧怕 却从来不会拒绝在任何时候给梦遥温暖和支持 要说起来 他选择出国是因为梦遥 选择回国也是因为梦遥 只是他虽然回来了 他们的关系却依然只能这么不远不近地维持着 兰西城微不可查地起伏了下胸膛 掩住自己眼中的情绪 顺手加了点菜放进梦遥碗里 梦遥低下头 微微垂下眼帘 嘴角带着笑意 魏无限扫了一眼这边的春景 笑呵呵地打开了别的话题 一般招待投资方多得一条龙服务 所以饭后 魏无限又招呼他们去了KTV唱歌 去KTV就又得喝酒 在饭局上 魏无限就已经喝了很多酒了 即使有蓝旺鸡悄悄给他弄的那一杯葡萄糖糖水 也抵不住他白酒红酒起来 途中 突然就忍不住了很想吐 他连忙起身 拍了下蓝细臣的肩膀 让蓝细臣帮忙招呼 他自己则是去了卫生间 吐得得昏天黑地 因为不放心跟出来的蓝旺鸡 听得那一声声的呕吐 只觉得心疼 在魏无限胆汁都快要吐出来的时候 蓝旺鸡终于忍不住推开了卫生间的门 魏无限此时正吐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 眼睛因为沾上了生米泪水 也变得湿漉漉的 看起来特别可怜 特别想让人欺负 尤其还是在KTV卫生间这种地方 魏无限发完最后一个恶心 抬起头来 迷离的眼神对上蓝旺鸡一双清冷的眸子 他微微缩了下瞳孔 突然笑道 蓝终啊 你怎么跟进来了 说着就要起身 却摇摇晃晃的差点没站稳往后再去 哎 小心 蓝旺鸡眼疾手快地伸手 长臂一挥就把魏无限拉了回来 搂在怀里 魏无限有些醉 头有些晕 但他此刻还能记得抱着他的人是谁 虽说蓝旺鸡长得好看 但魏无限是个很有节操的人 他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 怎么能跟别人搂搂抱抱呢 你先放开我蓝站 魏无限轻轻推了蓝旺鸡一下 蓝旺鸡却并没有松手 因为他现在这个样子 根本就没法自己站稳 他似乎是真的醉了 魏英 蓝旺鸡轻声喊他 你喝醉了 我扶你去休息去休息一下 我没醉 魏无限打了个酒格 眼睛雾气迷离地看了蓝旺鸡扮上 眼睛盯着蓝旺鸡的脸 看了扮上 突然伸出手来 捏着蓝旺鸡的下巴 迫使蓝旺鸡脸颊左右转了转 然后笑道 蓝站 你长得真好看 他又打了个酒格继续道 可惜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虽然我男朋友在国外读书 但我也不能对不起他 我要为我男朋友守身如玉 不然倒是可以追你试试 哈哈 这么说着 魏无限已经倒在了 蓝旺鸡怀里 酒精的作用已经让他意识不太清醒了 魏英 蓝旺鸡轻喊一声 脑海里却还在回想着魏无限的那句 我要为我男朋友守身如玉 不然倒是可以追你试试的话 守身如玉吗 蓝旺鸡微微皱起眉头 心道 你要为别人守身如玉吗 那我五年的等待和相思 又算得了什么 那你五年前说过的那句我救了你 你可是要以身相惜的话又该怎么办 那句话或许你只是开开玩笑 过了就从不曾记得 可我一直记得 而且一记就是五年 我一直记得